上期我們請到了 嘻哈包補的掌櫃的 是的 高小潘 聊了很多 大家還是意猶未見 那麼今天我們的群慧 再次請到了高小潘 我們掌聲有請 歡迎 歡迎小潘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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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這個上週 對你的創業過程 你對相聲圓子的經營 大家都很讚許 那小潘有這麼多的身分 又是這個傳統文化傳播者 又是時尚的代言人 又是員工 又是企業家 又是相聲演員 又是其他的演員 那你覺得你自己內心 哪個定位 是屬於你內心的 說相聲 說相聲 對 相聲演員 不覺得其他的好聽嗎 企業家 只是一個虛弦而已 更能享受快樂的 可能是你作為一名相聲演員 在舞台上的表達 現在小潘除了經營之外 這個演出的頻度還有多高 你看上週 就去園子裡演了兩場 九月份的時候 也是基本上上半學 就會盯圓子 但一般我們覺得 比如作為一個企業的 一個領導啊 他就沒有辦法再去 從事一線的工作 或者有的時候 你覺得你不好管理 因為你和大家 是做一樣的事嘛 那你為什麼還要堅持 我還得在園子裡 再演出再說相聲 因為你很享受舞台 然後再有一個 你去園子裡說相聲 是為了起到一個示範作用 身先十足 包括你去園子裡 你深入一線的工作 你才能發現問題 不管是我們演員的活的問題 就是節目的問題 還是我們劇場運營的問題 你都能夠從中去發現問題 然後再去解決問題吧 你們嘻哈包鋪 都沒有那種風格 比較突出演員 就是這個演員 您在別陣 您看不見 其實嘻哈包鋪 每一個演員都很突出 每一對演員 都很有自己的風格